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今天呢 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感谢神今天赐给我们 美好的一天 可以写习祂的话语 好 我们亲爱的天父 再次的主耶稣 我们爱祢 我们谢谢祢 这么疼我们 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呢 可以写习祂的话语 聆听祂的话语 求祢圣灵 恩告祢不配的仆人 让我们分享的 我们听到的都得到力量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再继续谈 关于耶和福音第八章 第一到十一节 那文师们和法利赛人 带着这个行音的夫人 来到了他主的面前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人 这个夫 夫子 他说夫子 这个夫人呢 是真心应之死被拿的 摩西加历法上 吩咐我们 要把这样的人 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怎么办呢 他们用这话来呢 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切弯着腰 用紙头 紙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 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以示一弯着腰 即使用紙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呢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出去了 只剩下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夫人 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说 夫人那些人在那里呢 没人定得去吗 他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得去 走吧 从此呢 不要再犯罪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经节 很短短的一个经节 很简单的 到这里面呢 包含着 每一个人都放下石头 一个一个的离开了 我们一旦放下手中的石头 就会有祝福的领导 我们不要像这些法利塞人 这位是圣洁的人 这位是了不起的人 我们有这样的心 去判断他人 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 认为自己比别人 活得更有意义 我是义人 我是没有犯罪的人 这是不对的 我们大家 都是罪人 我们要放下我们手中的石头 就会有祝福 领导 希望我们在家庭中 能放下手中的石头 不要像儿女 妻子丢石头 换句话说 不要伤他们 定他们的罪 然后呢 我们的口中也有 洗脱石头 对不对 就常说爱与感谢 喜乐的言语呢 就好了 可是至此却不忍 当我们转讲 传讲爱与感谢的话时 就会幸福满意 我们也要清涂眼目的石头 塞满内心的石头 都要丢掉 当我们丢弃这些石头的时候 神的恩典就会领到 当教会放下 手上的石头的时候 福信就会领到 当师会放下石头的时候 人们就会和睦 以心吻起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人 都是犯罪的人 都证明自己很好 其实 我们都错了 许多人拿着石头 要丢女子 也没有抓住神 祂是永远的王 我们的主 祂是我们的救赎者 祂的手中手里 没有石头 所以呢 如果我们没有石头 我们就成为神的恩典 我们不要论断他人 不要纷争 也不要认为说 我们比他人更有意义 更有涵养 这是不对的 我们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是转转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呢 记得真正的能力 是在于十字架前 才有能力及力量 才能够福兴 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家庭 改变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肉体的私益 我们的嫉恨 我们的这些不好的 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美国在1930年经济大恐慌 民众充满了挫折感 犯罪所蔓延 只私会各个角落 人们拿起石头 彼此的负相的人 就在伤痛加深自己 罗斯福总统呢 在1933年当选总统 他并没有拿起石头 而是开始跪下向神祷告 如同伊斯列 百姓在水面前的宽霍处祷告 他来到石架前 吹起属灵的号角 来号召民众祷告 而他也成了祷告的总统 并且成功的 克服了经济的大恐怖 所以今天呢 我想告诉你 这个罗斯福这个总统 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 祷告的东统 1944年6月6日 发生了什么事情 每个人都强调 强调什么 若曼蒂无法占领 罗斯福总统也召号 全体人民祷告 他自己也回到 白宫特训祷告 17个小时 不断向神呼求 最终美国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胜了 日后的经济 也有极大的发展 因此只要放下石头 就能蒙福并且被神高击 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一起 地头祷告 我们要记得 在我们心里面有嫉恨 我们心里面有不满 讨厌他人 认为自己比他们更好 我们要向神认罪 求主耶稣 饶恕我们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再次的提醒了我们 我们不要 向着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父母亲 丢石头 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明白 我们也是转着的 如果他们犯错了 我们用爱心 来拥抱他们 来扶持是他们 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的话语 谢谢你的教导 我们风也顺便祷告 阿们 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 主领的日子 我要欢喜 来请他 主耶和华 主领的日子 我要欢喜 我要欢喜 来请他 他在引领我 他在引领我 他正带我走 他正带我走 他处在我心里 他是我心所爱护 他是我依靠 他是我依靠 同意我需要 同意我需要 他风声无限 很远 可以天都更新 他身体 我会 你 我会 他身体 感谢观看